接下來,中山王寫成這樣 然後甲骨也寫成這樣,就很像一個細的繩子 去把它擰,然後捲在一起,變粗的繩子 所以,有一派的人說,很像把這個絲綁起來,捆綁起來 捆綁之後,由細繩變成粗的繩子 然後交擰在一起,那個樣子,就叫做五 有人這麼說啦 另外一派說,不是啦,他就是聰明的那個褲 聰明的褲大概長這樣 電視有看過嗎? 聰明的褲,大概這樣 然後卡著,底下就是那個舊 舊這裡有個洞對不對 看過吧? 是很像那個那個... 是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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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那是 中間就有個很大耳順的洞 就把,如果是原住民的話 就是把那個,一些桂啊 就把它放進去,麵粉加水,然後就把它倒 就變麻糬 這個,就是用這個褲,去沖的 所以它是聰明用的褲 聰明用的褲,應該這個理解 那後來變成了,我們的地支的第七位 紙丑銀卯成是五位 這個五,講第七位 那,作為我們平常的每天的話呢 是當作中午的五,五時 就是中午的十一點,到這個中午的一點 這個叫做五 好 OK,所以,除何日當午? 當然是指正中午嘛 我們呢,拿著鋤頭 正在翻這些道骨旁邊的骨 這樣,日正當中 哇,那有多熱啊 你知道我們最近的六天啊 叫做累,累就是相似 你們知道嗎?最近 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 叫做累熱浪 我們台灣現在叫累熱浪 因為歐美的歐美就是法國 還有聽說哪一個國家 葡萄牙 死了一千多的人,都是被熱死 那他們的熱不是像我們現在台灣的類相似 它是真的熱 幾度呢? 四十三度,四十五度 有沒有恐怖? 四十三度,四十五度 那你有不用吃嗎? 這個很恐怖耶 如果我們,我們的體感溫度有時候 三十九、四十就快死掉了 他們到四十五度 那所謂的累就是說 三十九度左右 四十度以下的 都稱為類似熱浪 所以我們台灣的最近這六天啊 從禮拜六開始吧 到現在 都是累熱浪 這樣 我還在國務經驗館 為了寫完草書 我就創作了一張累熱浪 用草書寫 正中午嗎? 熱得要死 所以現在第一首 這一首的第一句就在講這個 日正當中 熱得要死要活 我們還在那裡出場